谭聂明星最讨厌的食物 许松对油面筋可以说是相当抵触了 油面筋也是一种 就是不该存在在世界上的食物 对啊 我不知道他什么原因 出于什么考虑制造出这种食物的 就是他你知道吧 就是一种 干的时候是一个圆球 煮完以后就是一摊 对啊 那种一阵姜料汁很好吃啊 很好吃 被问到以后 要是会有个吃油面筋的老婆怎么办 离婚就好 周振南曾经有个梦想 你把黄瓜挑出来什么 我曾经有过一个梦想 等我哪一天有钱 我就把中国的黄瓜递全菜了 不只是黄瓜 他还立下了一个flag 有天我功成名就了 然后挣到了很多钱 我要把这个世界上合作的香菜递不成 你不要过来啊 马伯谦对于丝瓜都开始绝望了 就比方说我特别不爱吃丝瓜 丝瓜啊 丝瓜 哎呦我的脸 它的那个口感就像毛毛虫 就特别软 然后就有点像鼻涕虫毛毛虫 然后呢丝瓜蛋汤 哎呀我的妈呀 今天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种方法 谈到他最看不起的蔬菜 就是西葫芦 因为我觉得西葫芦就是山寨版黄瓜 西葫芦它的存在没有必要 就是啊 换成语曾被猪血糕吓得花容失色 我什么时候穿过猪血糕了 什么时候 猪血糕是我很害怕的食物啊 猪血糕真的 你们吃过这样的食物吗 中文字幕继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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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镇